給這個人一面盾牌 也麻煩你 給牛頭人一面盾牌 請你背在你的背上 專精菲利克塔葉 我是BBCA大家好 對牛魔王這隻角色呢 我有兩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情呢 牛魔王這隻輔助 在對我的傳說對決的生涯來說 是一隻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在傳說對決有一次呢 打得非常失落的時候 我在一般場遇到一個非常 厲害的玩家 我叫他牛老大 因為他的ID老實說 我真的有點忘記了 那時候我心情超級不好 那個呢牛魔王雖然 沒有玩的非常出色 但是他遊戲內的語音 真的用的非常出色 玩傳說對決 至少60%以上的玩家 都不會開啟遊戲的內建語音 那個牛魔王只要一撤退 一救我們就非常有心 他就說 全 全部快走 呃呃我願意犧牲 然後就往後一撞 然後他就死掉 但是我們都有撤退成功 那時候我跟我弟玩的 真的是笑的不要不要的 你在傳說對決有遇到什麼 超級好笑的隊友嗎 強的隊友大家一定都有遇過 但是好笑的隊友 絕對比 強的隊友少非常多 因為我認為玩遊戲 是要玩得非常快的 我真的覺得 大家應該 時不時的就打開遊戲語音來看一下 說到輔助你最重要的前期是做什麼 為什麼他們一個拿紅BUFF 一個拿藍BUFF的Q 就是 是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好這時候 抓到了克里希一個 一二技能 他就直接被我逼退了 他應該以為我是英雄聯盟的牛吧 一撞之後一套combo 就可以把他打死 可惜我只是一個小輔助 好吧那這一個時候 和平啊 不要傷害我的隊友 和平之餘 開下去 傳說倒著路直接衝過去 還有第二件事情 他就是 你不就是牛頭人 真的長得非常像美國隊長嗎 因為他就是 永遠都是衝第一個 死掉也是他的事情 雖然呢 牛魔王在這個版本 並不是非常優秀的射手喔 像遇到亥犽 卡芬妮娜 你絕對是被放風箏 放的不要不要的 別人就像牧羊犬一樣 直接擊殺你 那我們就在這邊 來個完美的塔殺 牛魔王御用天生的被動輔助 前期也是一個非常強的 扛塔英雄 雖然沒有像四等的克萊斯那麼強 但是在四等前 也是有一定的地位 哇 那個天生的減殺 不管是塔殺 扛魔龍 或是說衝第一個 永遠都有你的份 前期搞不好 撐好血量就可以往上衝了 好吧那繼續說到 復仇者聯盟這個話題 大家知道嗎 復仇者聯盟的電影票 在今天已經可以去預購了 哇 我找上去 原本想要線上預購 可是 線上的網站竟然癱瘓 我還騎車去戲院直接買 去買的時候 還竟然沒有剩幾個位置 因為這一次好像有限量 有送一些 什麼紀念套卡 我覺得看起來也是蠻帥的 所以特地衝去影城 結果去了現場 發現大家都在抱怨網路 好像 線上都沒辦法購物 全部都衝去現場 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心得 奇怪 中路的克里希到底跑去哪裡啊 他明明就沒有 瞬移已經可以按了 我們只要集中抓他把對面的中路打崩 然後把對面抓到全部都在吵架 應該就沒有問題 好了 這個時候過來 好可惜喔 我剛剛沒有撞到對面的奎倫 反而 對面打一個霹靂的雙打野 然後兩個打野非常沒有默契 雖然他擊殺了我們 但是我的心 永遠是屬於那個烤鐵盤的 好險沒有被哥德爾定到 就算定到他們也擊殺不了我 因為他們現在的傷害真的太低了 蝴蝶在前期 完全沒有什麼傷害 完全就是抓癢 而且我先到美國隊長盾牌 我背著一個超大的烤鐵盤 只要你不要把我收上烤箱就好了 我永遠會為你效力的 卡芬妮的這個造型 老實說還真的是蠻好看的 好啦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繼續 摸摸摸 繼續走喔 我真的好希望再遇到那個牛老大 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裡 不要以為我是亂按二技能 因為我以為哥德爾要對我 丟出氣功炮 那我們在這個草叢再稍微蹲一下 哥德爾現在在中路欸 他現在在跑位還是幫忙推先 好奇怪 對不對 克里希是剛剛被打砰之後 就再也不出來了 欸 有出來之後 定住之後一套接下去 接的很完美 不過維拉前期沒有裝備的時候 也是沒有什麼傷害 不過蝴蝶自己往前衝來一個 霹靂花式送頭 那我再走前面一點 替隊友扛一卡之後 我們就直接雙殺了對面的法師 再加上補助 對面的打野現在前期一定非常兇 因為他前期少拿了對方一個buff 今天就差非常多 還有對面的洛克 究竟跑到哪裡 喔 剛說洛克就遇到他之後 我們來一個集體的減速之後 跳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用的減防 對我來說沒什麼用的天生減傷 這應該是打不了的 現在我覺得艾羅也是一隻 非常難纏的英雄 不過遇到那種喜歡衝第一個艾羅 我們還是有機會秒殺他 不過遇到艾羅打凱撒路 我真的覺得現在也 除非呢你的壓性英雄 非常好壓壓他 不然艾羅老實說 真的是非常難殺的一件英雄欸 好吧 那在趁著討論夜市 就是烤牛排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烤牛排是一個非常 了不起的食物欸 因為以台灣的餐廳來講 你不管是高檔的餐廳 中檔的餐廳 或是甚至說我們去吃夜市 或是說呢 在路邊一點的路邊攤 都有人在賣 這個美食算不算是一個國民美食啊 去哪裡都吃的到 然後一定還要配一杯玉米濃湯 哇 想到就肚子好餓喔 說到夜市這禮拜我去逛了兩個夜市 一個夜市是漢溪夜市 我真的覺得 漢溪夜市才是足以代表我們台中的 那種傳統的夜市 當然馮甲夜市也是 不過它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夜市 如果你有逛過這兩個夜市的話 這兩個夜市區別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漢溪夜市是那種我們最早笑時候 最喜歡的那種夜市 就是很多那種啊 設氣槍啊套圈圈啊 然後還有撈金魚 甚至是小朋友最喜歡的 坐在上面會搖搖搖的那個車子 我不知道叫什麼東西 我有點忘記了 那馮甲夜市大概就是那種商圈混合 除了這禮拜我吃一個明倫蛋餅 真的超級久沒有吃 好像是國小國中去吃之後 就再也沒有吃過 人還是一樣多 但是吃起來我就覺得還好而已 不過好多人來台中吃到明倫蛋餅 好像都非常喜歡打卡的樣子 吃起來就是那種很像傳統台灣的古早蛋餅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台中的話 也可以去吃一下下 然後我走進馮甲夜市逛的時候 我發現就跟這個洛克一樣 就在往前一直跑跑跑之後 他就被秒殺了 我是說我的錢包就被秒殺了 因為太多吃的東西 真的是眼花撩亂 可是因為吃的東西太沒有連貫 這你當你想吃東西的時候 欸又看到賣衣服的 然後又看到賣衣服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最近在減肥的關係 就食慾就沒有很多 就沒辦法再繼續吃了 這大概就是馮甲夜市一個缺點吧 不過可能對女生來說 如果你要買衣服的話 像哇那裡的愛迪達就非常多家 然後我們去買愛迪達的時候 你知道布布奇亞最近在收集一些限量鞋 然後就發現一些 好像最近的限量鞋 沒這麼多人在收集了 就發現 欸奇怪在這個地方 竟然可以買到限量鞋 而且還是店面用原價買 還是可能那個鞋子真的是 長得太奇怪 喔沒有衝到洛克 你真的超可惜的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這個時候一起入侵野區 對面的奎倫 把野區收掉後到底跑到哪裡 他怎麼會往這個位置跑 他是有看到我過來嗎 不過沒有關係 我直接把你頂起來之後加油 其實我們可以塔殺的 只是沒有人要衝進去而已 哇好久沒有衝進去塔殺喔 不然我們就直接被蝴蝶給 凍在塔裡了 其實我覺得蝴蝶非常適合 當傳說對決的和平時政 因為他 喔不對不對 維拉才對 因為他丟出去就是有一個愛心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是最近維拉的 技能動畫有改嗎 我總覺得他的大絕招的 那種小 蒼蠅飛出去的射手 的時候沒有像以前這麼可怕的 你們有遇到跟我一樣的情形嗎 好艾瑞把他關起來之後 沒有任何人這個大絕招 根本就是亂放啊 亂放之後你還要被擊殺 不過洛克開了一個大絕招 躲過維拉的和平死者愛心 不過沒有關係 其實他們竟然都全部退後之後呢 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中路有非常多人 不然像BBCC的前期 一定會call隊友打凱撒的 顯得非常危險 幫隊友看一個視野之後 對面的打野瑞克回到了下路 其實 我不知道他是打野還是射手 他總之他這場就是非常亂 傳說對決 除了遇上非常有趣的隊友之外呢 也可以遇到非常搞笑的隊友 就像對面兩個打野在搶位置 那好奇怪喔 這個時候BBCC作為一個牛魔王 就幫忙在這邊看視野 因為其實其實呢 我的傷害對凱撒來說 也不是說非常高 那大部分我就在這邊亂對面 不過我對面的奎倫非常近 直接衝了過去 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直接大絕招跳過去 我為他秒殺我們的卡芬妮 不過我放的實在是 太快了 草叢裡一定有任我 一個往前一衝 哇 為他 好勇敢 那我就直接走過去 幫忙撿了一個助攻 我非常喜歡牛魔王 因為他在傳說對決來說 是一隻非常簡單的輔助 你只要衝過去那邊 打你也沒在怕 因為你不會被控場 而且你在施放技能的時候 又可以減傷 欸 這個技能怎麼有點像 傳說對決即將上市的 葉娜一樣呢 不過感覺葉娜的減傷 又比她優秀一點 葉娜呢 在切棒雙重劍刃的時候 那個減傷才真的是 令人可怕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葉娜影片的話 也歡迎點進我的頻道看一下 好吧 那這個時候把凱撒的大條龍拿掉之後 對面也沒被擊殺 不過對面 應該是被我們打到直接 無力換加 那我們就直接 推推推推推 對面的輔助 不對 對面的瑞克跟奎倫劍 簡直是對面的最佳助攻員 來我們直接推過去 欸 這樣就直接爆掉 也爆的太快 所以我們剛剛應該積極點塔 不過我不喜歡我們的射手 就這樣死掉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 按下喜歡讓我知道 然後呢有什麼開心的事情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嗯 所有的留言 我如果有時間 會盡量一一回覆 因為最近呢 搬了一個新家 正在積極的整理新家 不好意思 在那客人來的時候 腳又髒髒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MEP數位啦 我以為我是MEP 所以我這場應該也算打得不錯 分數 應該也有10分以上嗎 給全部一個讚 只要每次贏我都會給所有隊友一個讚 今天就到這邊了 掰掰囉 各位我們明天見